阿佛 南无阿弥陀佛 于切菩萨戒本 和尚慈悲诸位彼旧大德 尼世大劫 沙弥基士 大家早安 请翻开讲一本字 总页118页 毕业在106页 在《佛说西摩体理经》当中说到 当时罗叶成 四位佛 有长者 浩曰 瑜伽 他有女儿的名字叫做西摩体理 年纪八岁 但是过去的上根不可思议 奉静的过去无数百千粗活 积累功德不可称计 小孩子虽然人际小 但是上根深厚 他就到佛的前面 头面离着 切住一面 插手就何尝 禀白佛陀说了 说是真 亦有所问 愿未解受 佛陀就说了 告诉西摩体 说知如所问 君当未说 使令你能够欢喜 这时候 西摩体就请问了佛陀所 说菩萨因何所生处 仍见之常欢喜 佑者 因何得无仇淹 无亲济泽 因何所说 闻者信从 永跃受刑 因何某不得其变 因何临受忠实 佛哉潜力 未所精华 吉令不斗 苦痛之处 等等的 那这时候佛陀就赞叹他 说了 你所问如来这一切的道理啊 善哉善哉 太好 太殊胜了 那么我当为你解说呢 这个时候 西摩体里他就说呢 善哉 试诚 愿要欲闻 那佛陀就说呢 说菩萨有四庄事 人见欢喜 那四庄事情呢 第一 称慧不起 誓冤家如善之事 第二呢 常有慈心 相依一切 第三 常行求所 无上要法 经常接受无上菩提 当中所修的六波罗蜜 第一是 做佛形象 照做佛的形象 也有这样的功德 诱者 菩萨诱有四四法 得无仇淹 无亲济者 没有仇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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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轻患 没有嫉妒的人 何等为事呢 第一 以善之事 无遗产心 对于善之事 没有仇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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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那么多财物 嫉妒 不内他容的 第三呢 见仁布施 助其欢喜 看到人家做好事 也帮助他 使令他欢喜 第一是 见菩萨诸所作为步行毁谤 看到菩萨诸所作为所遭作的事情 不行毁谤 就是自己本身不知道 不能随便的批评 毁谤 菩萨诸又有四个法案 他所说的原意 听闻的人都相信 慎重 踊跃地受持奉行 那四种呢 第一 可之所说 心意无意 所以呢 可说 可你所讲的 内心当所想 也没有仇淹 就是不妄语 不讲妄语的话 第二呢 一善之士 常有自成 第三善之士 恒常有自成之心 这个自成而行 不是表面的 第三呢 闻人说法 不生识悔 听到人家先说佛法 在这当中呢 不挑毛病 不生识悔 就不挑毛病 第四呢 若见他人 且念俗法 不求其短 见到他人 请他先说佛法 不求他的短错 幼者菩萨呢 又有四个法 魔不能得其便 那四种呢 第一 常念余佛 我们经常要念佛 义佛念佛 义佛念佛 有佛的那个互念 当然呢 我不得其便 再来 第二呢 常行精进 常行精进 在自己的手续的道法当中呢 努力不懈 第三呢 常念精华 常常呢 这个念读 读诵呢 能够记忆在内心当中呢 这个佛法的要义啊 这个修行是这样啦 我们呢 虽然能够努力 但是呢 要在正道当中 在正法当中而努力 勤行精进 常念精华 诗诵呢 佛陀在经典当中 所开示的真实意 能够摄持在内心当中 解门 行门 都要配合 光是行门 精进 而不了解道理 用功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境界像 贪爱境界 叫谋得其便 所以要常读 常念经法 第一次呢 常立功德 你觉得你修道要有功德 能够修精气 能够气度 很常建立这个修道的功德 再来 菩萨呢 互有四世法 临受忠实 佛在全力 未受精华 令其不斗 苦痛之处 不堕落了 那四个法呢 第一 为一切能够聚满诸愿 为一切众生的缘故 祭祖花了很多的愿 就是帕菩提醒 第二呢 若人布施 诸不足 念欲足之 看到人家修行布施呢 有不够的地方 自己都有那样的欢喜心啊 想要去把它补足起来 使您这个功德的世界能够满足 再来 第三呢 见人扎实 有所短勺 便必住之 帮助他 第四 常念 供养一三宝 很常想念要供养一三宝 三宝是我们修行的核心 常念 经常想念到要供养三宝 你的内心当中就充满了三宝 这当中就有三宝的护念 三宝的护念 这个是很要紧 这是在法院株林当中 《夜阴篇》里面所讲的 《夜阴》 有这样的夜阴就有这样的果报 这个阴果是如实如实的呈现的 所以这个修阴当中很要紧 修阴当中很要紧 我们自个儿在修道当中 我们所照做的这个修阴 我们经常观察 到底这个利不利益自己 这很要紧 所以和尚经常强调的 这个心要经常安住以法 安住以法 这个夜阴是殊胜了 当然未来的果报也是殊胜的 接着我们言归正传 总页118页 那戒文 我们大概念过 属于舍内学外戒 若知菩萨 安住菩萨 进戒律于 现有佛教 于佛教中未经研究 一意道论 极足外论 精请修学 世民有患 有所为悦 是然为患 在讲义当中说到 地上舍虐血外戒 记文当中有患跟不患 患当中唯独说明 然为患的情形 内趣不说明 没有说明 不然为患的 那这个地方讲到 虽然前面说到 菩萨当于五名处 求 然而也应该有本末 先后的次第 有这样的次第 首先应该以内明 就是佛法 作为根本 作为根本 要先将内明 这佛法修习得到善巧 所谓的硬善巧 处善巧 圆起善巧 种种的善巧 我们都能够得到 然后呢 习外就学习 这个外论 或者呢 本末导致了 在佛法当中呢 没有深入啊 得到善巧 就不能通达 真实的意理 那就急急忙忙的 去学习啊 这个外论 这样呢 恐怕容易哦 走入这个欺图 这样呢 就失去了佛法 之所以教导 我们修行的人 学习外道疏论的意义 前面讲到呢 学习外道论呢 是为了 有人的因缘呢 有那样的因缘 现前呢 扑持这个外道 转变他们所应用的 那假使 这世间上 没有佛教的流行 这世间当中 没有佛教 或者可以啊 精进学习外论 而现在呢 说呢 既然现有佛教 也就呢 菩萨障 声闻障 以及呢 一切的法教 在世间当中呢 就都有流通 有流行 有流通 形于事件 那这个就说明了 有法宝注释 有法宝注释 而呢 对于这个佛陀的教法 当中呢 都还没有这个精情的 深入的加以研究 反而呢 对于佛华以外的 前面所讲的 十六种的异道论 以及啊 对于音论 声论 异皇论等等啊 诸外论 就佛华以外的书论 心生爱药 精情修学 也就是呢 受到菩萨戒之后呢 对于大小圣 所说明的阴言观 都还没有通达无碍啊 就把这个精神体力啊 放在学习其他的 结果呢 这个思想上呢 就受到了影响了 影响了 或者被同化 被转变了 这个就不好 我们想现在我们福报大 印刷也发达 到处都有发宝 清花宝 非常的容易啊 那以前的人呢 以前的人印刷也不发达 都要刻钢板的 要刻钢板打印 这个刷出来的 那以前呢 要得法宝不容易啊 不容易 这乡下的地方也要得法 真的有困难 无私活法普及的地方 更不用说啦 所以暂时性的 学习这些外书呢 还有允许啊 要是说呢 有活法流通 而我们不能够精情的在活法当中学习 去世 欢喜 学习 这活法以外的书论呢 这个就不理想了 不理想 这里所讲的 如是有损菩萨证件 损害了菩萨的证件 所谓的菩萨的证件 就是经典里面所讲的 试着在经典当中所拍到的 我们从天台的教门来讲的话 就是藏 痛 悲 炎 这一些都是啊 里面所讲的道理都是 我们首先了解一切话 无常无我 这是佛法的根本 无常无我的观念 对于智 繁复的认为常处的 认为当中有真实性的 坚持的慢慢的 像一大乘的法 一切话唯心 一切话当体 都是真物 法身的境界 那这个是菩萨的证件 菩萨的证件 损害了菩萨证件 那就有伪患这个计划 对于菩萨界有所伪悦的 这一种的情形是然伪患 然伪患的 接着呢 可有的无为患的情况 无为患者若上聪明 若能速速 若经久时能补行施 若以极易能施能打 若以佛教 努力观察 成就俱行 无动抉择 一日日中 常以二分修学佛语 一分学外 则无为患 无为患 不患开言当中有六个因缘 第一 若上聪明 假使它的根基是上等 利根的 聪明异物 有智慧的 对佛陀大小圣的教法 记着有这个证件 那为了教化外道 而研究这个外道论 不被外道议论所动摇 那么这边去学习的话 那就不患了 再来第二 若能速速 或者 它呢 对于佛法 能够很迅速的受持奉行 那 这样的话 它就先学习外论 再学习佛法 这也开不患 先学习外论 再学习佛法 这个情形呢 是比较少 那么也就是上根立志的人 他在学习能力强 像这种人先学习外论 俗典 再来研究佛法 他是不患 不患 我们平常都不是这样的根基 不是这样根基 这是开那个上根的 第三 第三 若经久时 能以佛法 不忘事者 若经久时 能不忘事 若经久时 就是久修佛法的人 他对于佛法当中的大纲 已经有了基础了 而且能够明了 明记 而不忘事 这种情形 他就可以拨空 学学这世间的外论 不患的 久修的 新学的 那就应该要努力的 在佛法当中来研究学习的 再来第四 就是 若于其意 能使 能达 就是说 假使对于大小圣不乏 深深的了知 当中的毅离 那么也已经能够 奴隶的思维 前面 经久不忘 是文会 是文会的情形 这里呢 能思 能达 就是思慧 所以说呢 他能够奴隶的思维 又能够通达 通达无奈 就是讲思慧 记住这个思慧 第五 若于佛教 奴隶观察 成就俱行 无动觉着 接着呢 假使 他呢 对于佛教 这个教理当中 不但能够了解 而且 也能够 奴隶的观察 所谓奴隶的观察 就是说 这个人既有禅定 能在定中 既足来观察 诸法真实相 而得到一种 坚固不动的智慧 这个叫做圣洁 能够成就圣洁 能够成就圣洁 虽然学习外道论呢 然而能够成就 理观 以致同时 就是说 跟外道论同时 记起现行 同时学习 同时学习 在学习当中 不被外道论所转 自己对佛法有殊胜的理解 这个圣洁 这个外道议论呢 不能动摇他 不能动摇他 自己 对佛法的这种 真正觉悟的景象 这个是说明他既足的修会 既足修会 所以他能学习外道论 就不会有所违换了 不会违换 这成就即行无动抉择 这个佛法跟外道论同时学习呢 而内心当然对佛法有圣洁啊 不被外道的这个思想所影响 那么去学习就不换了 再来第六呢 若日日种常以二分 修学佛语 一分血外 就是说假使呢 在日日中 每一天当中呢 恒常的以三分当中的两分时间 就是把你用过的时间 分成三等份 两分的时间呢 就是用来修学佛语 就是界定会 平常说呢 精神比较好的状况呢 我们来学学佛法 认真地学习 另外呢一分呢 其他的时间呢 可以啊 学习这外论 这外道论 就是比例上呢 就是两分对一分 如是呢知其本末轻重 乐学乙 所以如是呢能够了知呢 这个学习的次第啊 这个本末轻重 好要呢 学习而当中能够 合乎于应有的仪式 规则 那这样呢就无所为患 没有患的情形 好 好 这第三条界呢 我们就说过 接着认识的 专学议论界 专学议论 由上面的次第讲下来 专门学习啊 意道论啊 这个故事就比较大 比较大了 若知菩萨 安祖菩萨 境界立宜 月菩萨法 于意道论 集足外论 言求善巧 身心保万 爱药单位 辉如心药 而习仅之 世明有患 有所为悦 是然为患 那第四条 是专门呢 学习意道论的界 当中呢 唯独有 然为患 患界啦 专门学习外论 不学佛法 这个一定是患界 难为患的 没有什么开言的 诸诫的菩萨 唯悦了 菩萨一天当中 应当以二分的时间 来修习佛语界定会 一分的时间 学习外道论的这样的法则 反而呢 气舍的这菩萨法 专心自制 专心一意的 对于这个意道论 以及诸多佛法以外的书论呢 研究学习 推求当中的道理 而呢 很深入的得到的善巧 并且呢 对于意道 外道论 外道的议论呢 身心保万 就是说呢 爱要单位 见识功德 这个身心保万 就是说呢 这一念心深深的喜爱 就如同一个人喜爱这个宝物一样 把这个外道论呢 把这个外道论呢 看成宝物一样的 非常的欢喜啊 这个万啊 这个字就是喜爱的意思 宝万呢 也就是说 他的内心 身心的喜爱 外道的书论呢 当作宝物一样的 那么喜欢 爱要学习啊 当作当中的道理呢 认为 只有很大的功德 就是错误了 外道当中呢 是没有解脱的功德的 非如心药而习禁止 不是呢 如同 这个品尝呢 结瘦 苦涩呢 辛辣的药物一样 那样的男士呢 而习禁止 而来啊 学习清净这个外道论 那么吃座律师呢 在他菩萨戒本的内书里面 怎么开释手 说呢 非如心药而习禁止 意思是说呢 苦涩的心药 只可以偶而来服用 自并用 假使经常服用呢 反而受他的毒害 外道的邪论呢 外道的邪论呢 也是一样呢 偶尔 来了解他们的思路 他们的见解是什么 这是为了破除外道的执着 如果呢 一路上呢 也不能够发觉 这当中的过患 或者欢喜 来学习清净 那这是要患戒的 然无患的情形 所以说呢 是然为患 要患好些那时候为患的 所以呢 因为菩萨为了想要利益 诸多了外道世人 所以啊 必须要善巧学习外道议论 了解他们的思想 是什么样的情况 这是呢 出于不得已的情形 而绝对不是为了耗耀 这外道法 而来学习的 其实啊 没有那样的因言 也不一定要去学习他的 我们就认真来在法上学习 所以因此之故呢 在修学外道论的时候 有这样的因言啊 他内心当中应该做 辛辣毒药之想 是辛辣毒药之想 这样才可以啊 时时提高警戒 以防患呢 受他的思想的毒害 现在呢 这个菩萨啊 不但啊 不以不因为 习近呢 不以习近呢 心啊 毒药的想心 而来学习外道议论啊 反而呢 被外道议论呢 所迷惑了 而身心爱走 这个呢 就有失去呢 习学外论的 这个原本的发心啊 现在呢 有一般呢 学习合法的人 大多呢 有因为啊 学习这个外道议论啊 而退转的 退心啊 转向的 那足以见到啊 这 他的政见呢 都还没有建立啊 没有建立 所以前面讲到 要常念经法 常念经法 我们对于佛法的信心呢 还没有坚固啊 这一些啊 是 尽量不去接触的啦 不能了之呢 学习外道论 原本是为了度化外道 假使呢 不能够度化外道呢 反而被外道呢 同化了 自然倒是佛法的 这个内涵 这个词就是内涵 而非常的薄弱呢 不是的 绝定不是的 实际上呢 是我们学习的人 他的心啊 并不在佛法上啊 也就是说呢 他不能跟佛相应 这个佛不入行 既然呢 没有得到佛法当中的佛位 所以啊 也就难免啊 不建议实践了 转呢 自己的善根不够啊 善根不够 这也没办法怪谁 所以啊 佛法非常舒适啊 但是呢 不能只是 这个 臭乐闹 欢喜心思好啊 但是也不能臭乐闹 对于佛法没有真正的理解啊 时间一拉长啊 渐渐这个心啊就退末了 退末了 要真正的去学习才可以的 那以上呢 是心一的 所谓的虚学思疑 四条界 说过了 其次呢 属于心恶的 闻神毁谤 闻神毁谤 也就是呢 听闻 大圣的圣神的道理啊 所谓的诸法实相 这个道理啊 这个我们讲一般的人啊 有时候听不懂的 那不能承担啊 理解他 反而呢 升级啊 毁谤的情形 这是幻界的 所以在《忏悔法文》当中 《花禄故事》里面呢 有所谓的 傍学般若 毁谤而学习般若大乘的经典 这是重罪的 重罪 这故事很重啊 故事很重 我们看呢 这个戒文 若诸菩萨 安诸菩萨境界律 闻菩萨掌 一身身错 罪胜胜身 真实法义 诸佛菩萨 难是神力 不生性结 真被毁谤 不能隐医 不能隐法 悔如来说 不能利益 安乐有情 世民有患 有所违悦 世然为患 如是悔患 或有至内 非理作义 或随身他 而作事说 这是听闻大圣 圣身的法义 而生毁谤的戒条 好 在这当中 戒文里头有患 跟不忘开吟的情形 违患当中 唯独说明然违患 而内去没有不然违患的 若知菩萨 按照菩萨境界立遗 所诸觉的菩萨 闻菩萨障 听闻修 听闻修 修学 菩萨大圣的法障 以圣神处 罪圣圣身 三十法义 而对于大圣的经论当中 圣神难解之处 就是难解之法 这个圣神处 就是用语言文字 所表达的圣神的道理 这个就是教法 那当中所讲的道理 我们讲都是超情离间 无论事项理性 都是凡夫 思想情见所能够了之 这个叫圣神义 圣神义 圣神拦解的话 对圣神难解的 难以理解的话 这圣神的道理 它不能够生性 不能生性 所心不见心 心不知心 心无想 心有想 则吃 无想 其泥缓 心不知心 心不见心 心不能见心 心无形无相 不能有所见 不能有能见 有所见 不能有能见 心也不能有能知 有所知 有所知 就有所不知 要无知才无所不知 所以今天里面讲 圣神是无知 圣神无知 所以无所不知 那这个就一般人 不容易理解 心有想 则吃 无想 即泥缓 这个不知三面经里面 所讲的 心有想 这个有 有什么呢 有有想 有无想 有对立的想 这个就是吃 无明 无明 心无想 就是泥缓 离开的能手 就是法性的道理 法身的境界 那这些意理都非常的深 非常地深的 所以对这种圣神拦截之法 因为圣神不能够深信 最圣 圣神 真实法义 或者 那对于如来 最圣 这个最圣 最为殊圣 就是无分别致 所通达的 圣神 真实的法义 也就是诸法离言的自信 叫做空性 布鲁经里面所讲的 明知信空 明知即菩提 明知的信是空的 所以明知当下就是菩提 所以讲是诸法离言的自信 离言的自信 就是明知信空 也就是我空 法空的真如 真实意象 当中我不可得 法义也不可得 那在这空相异种 就是我空法空的异理当中 既离开有相 又离开的无相 有跟无都远离 有跟无是对立的 是对立来说的 有为无为也是对立来讲的 没有有为就没有无为 所以无为也是明言安利 明言安利 所以有无都远离了 所以叫做圣圣 就圣圣 这个圣圣处就是二空尊如 为佛菩萨无分别的智慧才能够了达 也就无分别的智慧所行的境界 所以叫做最圣圣 真实法义 这是就着法宝 诸法实相来讲的 恶空真如 佑者 这诸佛菩萨 然是神力 诸佛菩萨 然以心思口疑的神童道力 大力有三种神变的威力 这三种在立章当中叫三轮说法 三轮教化 第一 神进神变所事 就是神童轮 神童轮 一般人欢呼 就看到神童 就拜祷在地 不可思议的境界 神进神变所事 就是神童轮 第二 叫记守神变所事 就是记心轮 第三是教戒神变所事 就是说法轮 说法轮 这三轮教化 如是神变威力 这些神变威力 不是一般世俗 分别的智慧所能够了知的 所以称作难思神变 难以心思口疑的神童道力 这当中的诸佛也就是佛宝 菩萨 那对于这三宝 那对于这三宝 圣神难以心思口疑的境界 不生信解 真被毁谤 也因为不能够生起相信理解 所以就真悟 内心不欢喜 真悟 悲弃则三宝 不顺利三宝 而生起这个毁谤的原理 底下讲 意思是说 如是甚深的法律 以及然时的神童道力 对诸友情来讲 不能隐异 不能够隐身什么样的意义 有什么利益呢 也不能够隐身法 不能隐身正法 所以这一些法必定 会如来所 他的执着的心 他认为 这不是如来所先说的 内心认为 世尊只有说欧含经 当中所讲的苦 空无常无我的道理 因为空谈弦理 以及高调的 说霍菩萨的神力莫测 这并不能够 利益安乐有情 他这么讲 他的心意认为 有无量的神童道力 但是为什么众生还在轮回 那这样呢 佛师佛 众师之众生 这对众生有什么利益呢 做这样的说法的人 都是以凡夫心来测度 圣人的境界 这对于菩萨界来讲 是然为患 好 然为患 那底下的文讲到 晚静 晚静的意思就是最近几年 那也可以说呢 有一些四字充变的 四字变充的人 都由于科学 哲学的眼光来探求佛法 对于这一些圣神的异理 佛菩萨的神童道力 都认为不足以生性 也就是以浅的智慧来测度圣神的妙法 假使我们邪活的人 抱持着有这一种的见解 那就失去邪活的政治见 因为佛法有很多 是没办法以科学来解释的 没有办法解释的 这一种殊胜的法威得利 那没办法解释的 你用考记的 用怀疑的都不对 用怀疑的 这个怀疑 仪行就是罪根 所有的故事 都有这个地方生起 所以大声启信论当中所讲 说是故众生 但因养性 不应诽谤 以身之害 亦害他人 断绝一切三宝之种 对大声的佛法来讲 我们也欢呼了众生 但是应该养性 你没有亲自正德 但养性 不应该生起毁谤的 你深深的自己 残害自己 将来要堕落 而你将这个思想要传播给他 也害了他人 断绝在善根 所以要断绝一切三宝的种子 让人不得解脱 那就罪过很大 罪过很大 那如是菩萨不信身法 不相信甚深妙法 而真被毁谤 文当中类出有两个因言 第一 或者是由于自己内心当中所生起非理作意 不合乎正理的作意 打妄想它 所以不相信而生起毁谤 不能够如理作意 就非理作意 想偏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 或者随随他人 也就是异道的邪识 外道 恶知识 等等 他们做如是的先说 人家讲 你也跟着讲 这个都是属于然违患 然违患的 所以我们学习戒法 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很要紧的基础 但是我们对经教也都要学习的 也都要认真学习 我们的福报就是有佛陀的正法 不学习 太可惜了 再来任恶的无为患 无为患 若知菩萨 按照菩萨境界律于 若闻圣神罪深深处 心不信觉 菩萨而是应强信受 应无残奇 应如是学 我为灰山 忙无会梦 以如来言 随手先手 以诸如来密意 语言 而生毁谤 菩萨如是 自处无知 仰推如来 以诸佛法 无不限制 等随观见 如是正向 无所为患 虽无信觉 难不毁谤 这是说明不幻的相照 意思是说 诸界的菩萨 若闻圣神罪深深处 心不信觉 假使听闻佛陀所先说圣神 而罪集圣神之处秘密的语言 他的内心当中一下子不能够 深深地生起相信理解 然而菩萨在这个时候 他对圣神的妙法 以及佛菩萨难以心思可疑的神童道理 应该责备自己 智慧太前短了 要勉强自己相信 受持 要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圣神的妙法 都是佛陀亲自所证的 亲口所寻受的 唯独佛菩萨才能够善理了达 也唯有佛菩萨才有如是 难以心思可疑的神童道理 这一些的境界唯独有智慧的人 才能够通达了解的 不是我们一般 凡乎分别心所行的境界 就没办法测度的意思 这一位菩萨如是地观察 自己的智慧是非常的前短 而对于圣神的妙法 以及佛菩萨男士的神力 勉强自己 要相信受持 那么应无禅起 应如是学 那么尤人应该要心口如衣 一点也没有残起的心 也应该做如是 自己很迁徙的态度而来学习它 自清的情形 就是很迁徙的态度自清 底下所讲的 意思是说 我因为很浅薄的智慧 希望的测度如来圣智 所证的圣神男性之法 因为自己没有智慧之力 而不能够相信接受 而内心当中生起这个轻视诽谤 那将来必定要受 长夜无意无力 这三度的果报 这是不对的 我为灰扇 忙碌会幕 以如来远 随手先手 以诸如来密意 与言而生回报 这是我自己造作不善之法 我为灰扇 造作不善之法 是由于我过去没有栽培善根 素质得本就是过去栽培善根 没有栽培 所以对于诸佛的教法 既有如同生盲 生下来就瞎眼的人 不见不解 看不到东西 也不能够理解的 没有会幕 没有智慧言 没有智慧言 我们不是没有若言 而是没有慧言 没有慧言 因为没有智慧的眼目 言故 所以对于如来的圣智 慧言 所见 所证 佛陀就是无眼言明 无法不知 无法不见的 以及佛陀随着自己所证的 所证的的 而为众生有所先说 而对于诸如来 为一类特殊的根基所先说的秘密语言 不能够信解 就是对机说法的 在这当中而生起的诽谤 这是多么没有智慧的事情 那佛陀说法有三种语言 有三种语言 第一 随自欲语 随自欲语 就是说佛陀 随着自己所证得的境界 真实的道理 而如此的宣说 当然你能够接受的大根基的 再来第二 随他以方便随机 随着众生内心当中 他所能够接受的 以他的程度 而为他先说相应的法 就是方便来讲的 方便说的 再来第三 第三 随自他以语 就是一半是随着佛陀自己所 自己内证的 真实的法义 一半是随身众生的根基来讲的 那这个就是前面有方便说 后面有导规 真实义的 所以随自他以语 就佛陀说法有三种的语言 所以我们不要希望分别 认为怎么样的 菩萨如是反过来自己责备自己 相信佛陀宣说的法义 自处无止 就是他的态度 自己处在 我是无知的 没有智慧的人 而对于诸多难解 难信的法 我自己不懂 仰推如来 仰妄推崇 推崇就是如来 唯有如来的智慧 无边的智慧所能够见 能够对于诸佛的教法没有不限制的 等谁观见 就对于善恶等 这个无忌 善恶无忌的话 以及三句的话 等等的 这个三句的话 这三句在批寻句 韩清清居士的一节斯蒂论 批寻句里面说 这所谓的三句 哪三句呢 三句就是三类的意思 第一 一能隐色毅力法句 对于能够隐导射受有意义 有利益法 这是一类的 第二 一能隐色非毅力法句 对于能够隐色非毅力的法 这一类的 第三呢 一能隐色非毅力 非毅力法句 远离的两边 触法实相 那这个叫做三句字话 等等的 能够普遍的随顺绝了 而正观正见 绝对啊 没有臭妙 佛陀呢 并且能够随身众生不同根基的差别 而为他宣说相应的法要 如是正行 菩萨呢 能够如是观察 甚深男性之法 那仰望推从师如来 所知所见的境界 而自己处在无知 这种的正见 把自己放低 放低了 这种情形这个叫正行 叫正行 也就是说呢 仰推如来 这是呢 正见的作用 唯有佛才能够通达无碍 一切的法 无所不知 无所不见的 那我们在环无地当中呢 很多很多都不了解的 所以不能够升级毁谤了 这样呢 对于菩萨界无所为患 虽无信解 然而不毁谤 因为能够如是观察的严固 对于难解难信的佛法 虽然自己没有办法一下子相信理解 然而当中也不升级毁谤 不升级毁谤 不懂得太多了 但是我们欢喜佛陀的正话 欢喜浩耀的学习 汉朝的司马迁 他做这个史记 内容当中细数了 中国上至皇帝 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 大约三千多年的历史 当司马迁做完史记之后 他讲出一个祭颂来表达他的心情 他说呢 高山扬直 井心行直 虽不能置 心向往直 就是说呢 古代的这一些先圣先贤 那一种忠诚类似的德行 就像高山一样的 我一时之间爬不上去 没有办法到达 但是我的心情是心向往直 心向往 念心向往 我们修学大圣的佛法也是这样的 智楚无子仰推入来 这里面就是一个心态 我们依止归依佛陀的正法 以这样的心来修学大圣的佛法 你要相信自己是有很多很多不足的地方 我们所知的就是极其为少的 不要对自己 希望分别的心太有自信了 我们对佛陀要升级强烈的归依的心 归佛陀 有归佛陀所宣说的正法 归佛陀的身团 跟着佛陀法在学习的 这样才能够把大圣的佛法学好 虽然一时之间我们不能够相信理解 但是也不升级毁谤 这就列入了开言不患的情形 接着我们再看更恶的对人明患 前面是对法明患 接着是对人 人这方面包含两种 第一就是一般人 另外就是说法的法师 这当中分成了三条戒 首先心一的探极回他戒 赞叹自己有什么样的功德 或者毁谤他有什么不如自己的 那这是患的 我们看底下分成两颗任一 然为患 那对人明患当中呢有三条戒 第一条呢是探极回他戒 在戒 在戒文当中呢有患 以不患的情形 为患当中呢唯独说明然为患 而内去呢没有不然为患 都是烦恼心所患的 然为患 那么这一条戒呢 跟前面的是他圣 他圣处法当中的至章毁他戒 看起来好像是一样咯 至章毁他呢 怎么会患 男尾患在清戒当中呢 其实呢里头有不同的地方 底下说呢 前面的他圣处法当中呢 这个仲戒里头 他呢为了贪图名门利养 有贪心的缘故 既自战呢 而兼待的也毁谤他人 也就是以自己跟他人呢 相性比较之下 赞叹自己 同时也毁赐他人 所以恨重 这两种情况同时的 都有 而现在呢这一条件呢 或者由于贪心 自己赞叹自己有什么样的功德啊 贪求虚名啊 希望人家能尊重他 或者呢 或者呢由于称慧心 不高兴了 那就毁谤他人 两种事情呢 两种事情呢 不同时生起的 这个别单自战 或者单毁他 所以啊 翻庆 这里所讲的 所以个别啊 结清够 要同时啊 自战 又坚待啊 毁赐他的人 贪图名为利啊 那换重了 换重 住戒的菩萨 依他人手 对于他人的立方 这当中所讲的他人 意思是说呢 是其他的众生 这个手 这个手 这一个字呢 也就是触手的意思 菩萨呢 对于自己的徒众 有染爱心 有染爱心 所以自己赞叹呢 自己有什么样的功德啊 而对于他人的徒众呢 有称慧心 所以啊 那就不欢喜啊 毁赐他人 对于自己的徒众 有染爱心 所以自战吗 对于他人的徒众呢 有称慧心 所以毁赐 因此当中呢 都是属于然违患 有烦恼心的 这染爱心 跟称慧心 都是烦恼心 是烦恼心所违患的 这要对手战 截着底下呢 任恶的 无违患 无违患的情形 无违患者 若为摧护诸恶外道 若为助持如来圣教 若为方便 调笔伏笔 广受如前 或欲念其 为敬信者发生敬信 以敬信者背负增长 无违患 绝不患呢 开元当中有四个因言 第一若为摧护 自我外道 假使是为了摧毁 降虎 自我外道的邪见 而以后华跟外道来相形比较 摧无的情形 这是为了摧邪 摧无邪见的缘故 所以不坏 但这种情形也要善巧方便 没有必要的时候 也不要刻意来专门找他们的麻烦 这样反而使他们起烦恼的反感 那就会有事情了 不好 外道也是众生 好的通通度了 最后也要度外道 没人度了要度外道 再来第二 肉位住持如来圣教 假使为了住持如来的圣教 就是佛陀所先说的正话 而赞叹何华 毁住外道 这是为了显正 所以不坏 显正它就有破邪的功能产生 再来地散 肉位方便 调比 伏比 也就是出不散处 而安利散处 实际这个外道 舍弃它的恶见 为了学习自己活化的正见 这种情形 而赞叹自己 毁谤它 就是外道 所以不坏 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再来第一次 或预令其未净信者 发生净信 以净信者 辩护成长 或者赞叹自己 毁之他人 这当中乃是想要使命 没有生起清净信心的人 能够发生清净的信心 而在后果当中 已经生起清净信心的人 能够加倍地增长信心 所以不坏 这一定要有这样的真正的功能 才可以入于开言的 假使以此而作为借口 实际上做不到 那就有过失了 因为不是对极手法 既然不是对极手法 这当中他就有烦恼 有烦恼 有脑害的情况 就乖为菩萨道 菩提心 他就会犯戒的 接着我们再看这底下一条戒 心恶的 焦慢不听法戒 那底下又分成两颗 任意犹为患 之下又分两颗 愧异然为患 首先说明然为患的情况 若诸菩萨 安诸菩萨境界立宜 闻所正法 论欲结责 焦慢守志 怀贤恨心 怀慧恼心 而不妄听 世明有患 有舍为悦 世然为患 第二 焦慢不听法戒 焦慢不听法 对于自己所学的有所障事 这当中有患跟不患的情形 患当中有然为患跟不然为患 首先说明然为患 首先说明然为患 一切实地论建六十四 六十四件当中讲到 我们应当了知归于三宝之后有四正形 四种的正形 就是归于三宝之后 你开始修行 你要依这四个法去做 第一 你要亲近善之士 亲近善之士 善之士是我们修行的所有功德的来源 第二 要听闻正法 听闻正法 第三要奴礼周遇 第一是要法随法行 前面有法是内盘法 随法行 就是随随内盘的 去修 就是修慧 亲近善之士之后 要奏文实修三会的 诱者声文帝当中讲到 多闻能知法 多闻能言恶 多闻舍无义 多闻得涅槃 多闻能知法 你听闻这个经教了吗 多闻能够了解真正的法义 那世尊在经典当中所开示教导我们的 我们因为多闻 所以能够远离的 不应该照做的 他能够远恶 多闻尽力不然能够舍弃 没有意义 没有利益的事情 多闻因为真正了解道理 安于正理 去修行能够得涅槃 所以文会 最初的文会不可缺少 要多闻 要精勤多闻心习 一个法不是说 我听一遍了就好 像我们经社听笔秋戒 听随即解谋 或者听五遍 听六遍的 你要多多的心习 法不嫌多 你经常听闻 在阿类耶事里面从此就坚固了 就坚固了 所以一个法的学习 不是一遍就了了 应该要重复的学习 一直到达心里面 入心了 这样才可以 才可以的 《花言经》当中讲到 少学后心高 亦满如牛肌 如属所持物 自卫及能多 自海广南梁 不测及增磅 牛饮水成乳 舌饮水成乳 自学成菩提 与学为生食 如是不了之 失有少学过 意思是说 少学后心高 我们在活法当中的学习 或者只是沾到一点边 不得了了 就供高我慢 这个在活法当中就退堕了 不行的 易满如牛肌 很容易自满的情形 就像牛的足迹一样 比翼你了解的 知道的太少了 太少了 如属所持物 自卫己能多 就好像老鼠的手 抓取了这些食物 去偷这个东西 抓取了 自己认为 我得的非常的多 老鼠的手这么小 抓了东西 偷了这些饮食 也是非常的少吗 非常的少 至海广难量 实际上 河头的智慧 如同大海一样 广大 难以测量 少学的人 得少为主 在活法当中 或者就有争议 有损减的过失 争议棒 减损棒 下文当中 几例来讲 牛饮水成毒 蛇饮水成毒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 都是喝水 牛喝了水 转化成为牛奶 蛇喝了水 就变成了蛇毒 有智慧的人 学习合法 他就能够成就 无上菩提 要是愚痴 愚痴 怠痘 那就增长 生死 如是不了之 诗有少学过 如是对这当中 种种功德与勾患 你也不能够了之 没有觉知的智慧 为什么 诗有少学过 都是由于自己 在活法当中 只是沾了一点边 得少为主 没有广学 就难有圆满的见解 或者知见就偏了 偏在一边 你就瞧不起说法者 或者由于过去 这位说法者 有触犯到你 所以就不去听话了 那就有过失了 要幻觉的 我们这个时间到 先讲到这个地方 其他的向下温常 故意来日 回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